放眼望去这片布满树树草草的土地 实际上是一个吸收潮水的水体 而在寸土黄金的巴打林在野 却是价格不菲的黄金地 然而雪州马华八年前 却以每平方英尺一令吉 买下这个有一半标准足球场大小的地段 行动党领北区国会议员潘检伟 和白乐郑州议员杨美盈召开记者会指出 雪州马华今年头申请要求更改巴打林在野蓝图 将有关地段从水体用途转换成商业用途 火箭议员觉得不妥 于是援引自由法令解密文件 竟然揭发马华低价买地 火箭议员出示机密文件 证明马华2008年以52,028令吉买下这片土地 明显低于市价 无疑是在抢夺人民的土地 一块钱我们的每一个村民在这里 要买一小幅地来自己做价六万块钱 他们买一大幅 整一个一个可以做多少 可以做多少家 很多家 才五万二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政治现象 然后真的是希望周美芬给我们一个交代 给千百家村人民的交代 这么多土地的问题他没有解决 他竟然只解决了他马华土地的问题 这个是根本就是拿人民的资产来自己赚大钱 这片地他们还了五万两千块 实价在巴达林寨也至少有一千八百万 一千八百万 所以我们在这里呼吁马华 如果他们还有任何的自尊心 或者有正义感 或者有良心 如果他们还有任何的梦想 要回到雪州资政的话 他们应该把这片地还回给雪州政府 火箭促进马华归还有关地段 否则补上差价 针对这项指控 拿丁巴达卡州美分向本台指出 雪州马华确实有根据正常手续 在SS25申请一块土地 但并不是通过他处理和提出申请 因此并不知道详情 但他会在近期召开记者会交代缘由 巴达空间李运祥 巴达林在野报道 好 谢谢 謝謝